即便讓柯文哲 捲入政治現金 假帳怡雲 前進辦財務長李文宗 透露自己沒有被責備 柯文哲和李文宗交情非比尋常 畢竟兩人可視 高中同學 李文宗過去曾擔任柯文哲 第二任期的市長辦公室主任 二零一九年出任北捷董事長 二零二次年總統大選時 協助柯文哲進總財務 但不僅這回聲線假帳風暴 其實過去爭議就暴不停 前台北市杜發局長林周明 就曾公開點名李文宗 公然施壓大巨蛋審查 而李文宗擔任北捷董事長時 也被議員爆料涉嫌綁標 在特定保全公司拜託下 打破二十多年保全警衛委外招標方式 採最低標的慣例改為最有力標 游書會也秀出照片 李文宗改建北捷宿舍 當豪華官邸 水電費用全市公帑支出 形同寄生北捷 柯文哲持續縱容他的愛將 持續把這個所謂對他的忠誠 放在這個所謂的專業的能力之上 這個也是我們自然看到的一個後果 跟結果發生 李文宗是柯文哲及少數的知心好友 兩人相識近五十年 即便同學屢抱爭議 在柯文哲用人信任排序上 依舊沒有動搖